宫廷命府 宫廷命府 我們都從太后的房間裡退出 但我注意到有兩個季婦母和我們一齊出來 退出來的人中,有一人跟我說 我很高興今天可以休息一陣 我已經連續三個下午沒有休息了 起初我不知道她說什麼 然後她又說 對了,還未輪到你們 我們不知道你們會否接到這樣的命令 你知道我們這些宮廷命府中 必須有兩個下午在太后睡覺時陪著她 主要是看著那些太監和婢女 我覺得這是我所聽過最奇特的事 而且不知道要有多少人留在太后的房間裡 皇后說 我們最好立刻出去休息一陣 如果不是,太后醒了,我們就沒有機會了 當然,我對太后將會休息幾長時間 一些概念都沒有 所以,就好像他們這樣回到自己房間裡休息 到我真正在自己房間裡坐下來的時候 我才知道今天到底有多累 我覺得整身都沒有力,而且很睏 我還很不習慣這種五點鐘就要起床的作息制度 所有的事情對於我來說都是新鮮的 當我坐下來之後,思緒開始漫游到巴黎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那時我居然習慣在五點鐘之後才睡覺 因為武會一般都要那個時候才會散場 而在那裡,我就要五點鐘起床 眼前所有的一切對於我來說都是這麼新鮮 經常都看到太監在那裡圍著我們轉 事後我們,就好像旅館中的服務員一樣 我跟他們說我不再需要他們了 叫他們都出去,我想躺下來休息一會 他們就送了些茶和小食來給我 而且問我還需不需要其他東西 我剛剛換上一身比較舒服的衣服準備睡覺 一個太監就走進來品告說 有客人來了 他說完之後,兩個宮廷命府就走進來 身後跟著一個十七歲的姑娘 第一天早上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見過這個姑娘,她當時正在忙著 而我就沒有被介紹給她 兩個哥哥說 我們來看看你的 順便看看你是不是住得舒服 我想他們來看我是善意的 但是我不喜歡他們面上的表情 他們把那個樣子有些謙卑的姑娘介紹給我 告訴我她的名字叫春秀 但是我看她的樣子就不像這麼有福氣的人 因為她生得非常單薄受藥 在我眼中,她是有病的 她的樣子很累的 我不知道她是誰 她向我施禮 我亦都向她回了個半禮 接下來,我要解釋一下有關滿族禮節方面的規矩 對於太后,皇帝和皇后 我們都要雙膝跪下來行禮 但是對於身份比我們低的人 我們站在這裡行禮就可以了 而這個時候 你必須要等身份比你低的人 才讓你走過禮之後 才可以微微地屈一屈膝,作為回答 這個也是我剛才給春秀的回禮 兩個格格跟著又說 春秀的父親只是一個小官 所以她在這裡沒有什麼地位 算不上是宮廷命父 但是也不是宮女 聽到他們這樣說,我幾乎笑了出來 竟然還有這麼滑稽的事 那他們究竟算是什麼呢? 那天早上,我看到她和貴婦們都坐在一起 所以我當然也請她坐下 兩個格格問我累不累 又問我喜不喜歡老太后 我告訴他們 太后是我見過最可愛的老婦人 儘管我來到這裡的時間不長 但是我已經很喜歡她了 他們望了望春秀 互相交換了一下面上的笑容 他們是用一種很古怪的樣子來做這些動作 所以我覺得很不高興 跟著他們又問 你願意待在宮裡多久? 你打算留多久? 我說我願意長久地留下來 盡我最大的能力事後 盡我最大的能力事後好太后 成為對她有用的人 一來,她為我們來到這裡的時間這麼短 她就對我們這麼好 二來,為我自己的國家和統治者服務 是我的責任 他們聽到我這樣說,笑著說 你真可憐 而且我們為你感到遺憾 你在這裡不會得到任何感謝 無論你工作得多努力 如果你真的按照剛才這樣說去做 這樣,沒有人會喜歡你 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也不知道他們這樣說的用意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奇怪的 我最好立即停止這個話題 於是我馬上說起其他事 我問他們是誰幫他們梳頭的 是誰幫他們做鞋的 就好像他們問我這樣 他們回答是他們的女兒為他們做的 是呀,春秀就對這兩個格格說 跟他們說這裡的一切 我相信她自己親眼看到一切的時候 肯定會改變看法 我不太喜歡這個春秀 她的面上也讓我不喜歡 她是個長得小模小樣的人 小小的腦袋,薄薄的嘴唇 當她笑出來的時候 只是讓人聽到一種噪音一樣的聲音 她的面上也沒有任何表情 我正準備對他們說其他話 免得他們再在這裡說三到四 但是我發現他們比我更加機靈 發現我試圖阻止他們 他們就搶先話 現在,我們來告訴你所有事情 任何人都不會知道 我們非常喜歡你 所以要給一些警醒你 這樣,你就可以在遇到麻煩的時候 知道如何保護自己 我對他們說 我將會盡力做好我份內的工作 所以不認為自己會陷入什麼麻煩 他們笑著說 這樣沒有什麼分別 太后都是會找出錯端的 我不相信這些是從他們嘴裡說出來的說話 正準備告訴他們 我不想聽到這樣的東西 但是轉念一想 不妨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盡量做到不冒犯他們 因為我從來都不想被自己樹立敵人 所以我跟他們說 一個好像老祖宗那麼人口可愛的人 是不會隨便地向我們這些孤獨無助的女孩找錯 因為我們都是他的子民 他能夠對我們做任何他喜歡做的事情 他們說 你不知道 你不明白這裡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地方 那些折磨人的招數 為人帶來的痛苦 是根本不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們知道 你肯定覺得自己能夠和太后在一起 是很幸福 很自豪能夠做到她的宮廷命苦 那是因為你的那一天還未來到 你的一切現在對她來說 都是很新鮮的 是的 她今天對你非常非常好 但是等到她厭倦你 不喜歡你的那一天 看看她會怎樣對你 我們已經經歷夠多了 我們知道宮廷裡的生活是怎麼回事 當然 你肯定聽說過李蓮英 她在老祖宗的背後 統治著整個宮廷 我們每個人都害怕她 她假裝對老祖宗沒有影響 其實我們都知道 只要她和老祖宗有過長時間的商議 就一定會有人遭殃 我們裡面無論什麼人犯了事 都要去她那裡 乞求她來幫助我們 這個時候她就會對你說 她沒有能力左右老祖宗 而且她也不敢對她說太多話 如果不是的話 她也會受到斥責 我們很討厭所有太監 他們都是壞蛋 我們都清楚地看到 那些太監對你十分之客氣 那是因為他們看到你現在受寵 但是你如果像我們這樣 被他們粗暴無禮地對待 是絕對受不了的 老祖宗 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 性情極多變 她今天可能很喜歡某個人 但是明天 又會對她恨之入骨 她只有壞壞的脾氣 而一些感激心都沒有 甚至是皇后 也都害怕李年英 所以對她非常客氣 事實上 我們都對她非常客氣 他們停不開口地在說 而至於我都以為他們永遠都說不完 一個時候 皇太監進來 倒了些茶給我們 突然我聽到有人在院處喝釋些什麼 於是我問皇太監是什麽一回事 隔隔都質疑傾聽 一個太監飛快地跑入稟布 說老佛爺醒了 隔隔門一聽到 立刻站起來 說我們必須立刻去到太后 說完我們就走了 我對他們這次的造訪一點都不歡迎 真是希望他們沒有來過 特別是他們告訴我 這麽可怕的事情之後 聽到他們用這種可怕的方式 來談論太后 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從來到這裏的第一天開始 就喜歡上太后了 於是我決定忘記他們告訴我 的一切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生氣 就是因為他們的到來 令我沒時間換衣服 不得不然現在這副形象去見太后 我走入太后的外室 發現她正雙腿交叉坐在床上 面前擺放著一張小桌子 她見到我走進來笑著說 你休息得好嗎? 有沒有睡到覺啊? 我說我沒睡啊 日後我睡不著的 當你好像我這麼老的時候 你就會隨時隨地都睡得著的了 現在你還年輕 還貪玩 我猜你一定去了山上彩花了 如果不是就去了山寶 因為你的樣子看起來很累的 我之後說是呀 那兩個在我那裡說了一個行 太后不是叫宮廷命婦走進來 幫忙遞洗手用品給太后 我看著他們 真是替他們覺得羞恥 他們在說了太后這麼多壞話之後 仍然可以這樣面對她? 太后洗了臉疏了頭 一個宮女為她送來了鮮花 是白色的末里和紅色的玫瑰 太后將他們插在頭上對我說 我最喜歡鮮花的了 他們比玉石和珍珠更好 我喜歡見到那些小小的植物慢慢長大 我還親自給他們淋水 你們來了之後 我都忙得不記得去探望他們 跟他們說準備好晚飯 吃完飯我要去散步 我走出她的房間 讓太監們下了開晚飯的命令 按照往常的規矩 我們先拿一些甜食來給太后 這個時候太后已經穿好衣服了 她坐在大廳 正在那裡玩寶石和骨牌的遊戲 太監就像平時的安報最好吃的東西 太后停止了遊戲開始吃飯 她問我 你喜歡這樣的生活嗎 我告訴她 我十分高興可以跟她生活在一起 她說 那些人經常說到 美得不得了的巴黎 究竟是什麼地方 你們那時候是不是很喜歡那裡 你們還希望回去嗎 對於你們這種人來說 離開中國三四年的光景很不容易 我想你們父親的任期一門 接到要回國的命令的時候 你們一定很高興 我所能回答的唯一一句說話就是 是呀 因為我如果要告訴她真話 說我聽到要離開巴黎的時候 心裡是多麼遺憾 是很不妥當的 太后接著就說 好了 我覺得中國什麼都不欠缺 只是生活方式不同 姐 跳舞是什麼一件事 有人告訴我 跳舞就是兩個人 手拉著手滿屋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看不出有什麼高興 你們就是這樣跟男人跳舞的 他們還告訴我 頭髮都白的老年 婦女也聽到沒有 我向她解釋 由總統科舉行的舞會 和其他私人舞會是不同的 還有所有的化妝舞會之類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太后說 我不喜歡你說的那些化妝舞會 因為人人都戴著假面具 你都不知道在那裡跟誰跳舞 我向她解釋說 那些人在發佈邀請行的時候 是非常謹慎的 那些行為不佳的人 是絕對不可以進入上流社會的舞會裡面 太后說 我真的挺想看看你是怎麼跳舞的 你可不可以跳給我看看 我說當然可以 但是要讓蓉玲來跟我配合一下才行 我去找蓉玲 發現她正在跟皇后聊天 我告訴妹妹 太后希望了解我們是怎麼跳舞的 我們必須表演給她看 皇后和所有宮廷命婦都聽到 都說她們都想看 妹妹告訴我 我知她在太后的臥室裡發現了一架流星機 或者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唱片 我認為這是一個絕妙的主意 於是就去了太后問她借流星機 她說 你們必須要有音樂才可以跳 聽到太后這樣問話 我幾乎都笑了出來 我告訴她跳舞最好有音樂 如果不是的話 就跳不適合節奏 她命令太監把流星機搬到大廳 我一邊吃飯一邊看著你們跳 我們找回所有的唱片 發現她們全部都是中國歌曲 最後我們才找到一張華爾之舞曲的唱片 我們播了音樂開始跳起來 跳的時候 我們發現很多人都在看著 他們可能以為我們兩個都瘋了 我們跳完了 太后開心到嘻嘻笑 她說 我永遠都不會搞這些名堂 你們這樣不斷地轉來轉去 不怕轉到頭暈嗎 我猜你們對腳肯定跳到很累了 那些舞是挺好看的 就好像幾百年前中國女生跳那種舞 我知道是有點不同的 那些人做到這樣 是需要有足夠的優雅才行 但是讓一個男人和一個姑娘這樣跳舞 就不啞觀了 我反對讓男人的手抱著姑娘的腰 姑娘們和姑娘們一起跳是幾不錯的 對於一個中國姑娘來說 永遠不可能靠近一個男人 我知道外國人一點都不認為這樣做有什麼不好 那都說明了 他們是比我們更加開放的民眾 外國人不尊重他們的父母 是否真的 聽說他們打自己的父母 還將他們趕出家門 我告訴他 事實並非如此 是有人向他灌輸了一些錯誤的 關於外國的觀念 於是他又說 我知道 可能是他們其中的一些下等人做了這樣的事 那些人就錯誤地以為所有的外國人 都是這樣對待他們的父母 現在我見到中國的下等人中間 都有些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好疑惑 不知道是誰告訴太后這些錯誤的信息 令到他都信以為真 當我們吃完飯 已經是五點半了 太后說他要沿著長廊散步 我們都跟著他 他向我介紹了他的花 說那些都是他自己種的 不管什麼時候太后去到什麼地方 總有一大班人跟著 就好像早上他去人壽店的時候一模一樣 當我們走到長廊的盡頭的時候 差不多用了十五分鐘 太后就命令太監 將他的椅子拿到一間下屋裡 而和園裡的下屋 主要是指那些用竹建成的小房子 這種房子裡 所有的家具都是用不同造型的竹來製成 太后在這樣的一間下屋裡坐下 太監送來了茶和金銀花 她命令太監也送些茶給我們 太后說 我就是喜歡用這種隨意的方式欣賞生 我喜歡見到鄉村的景象 而和園裡好看的地方還有很多 我會一一帶你們去看 我敢肯定你們看過之後 就不會再喜歡外國的了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景致比得上中國 一些從國外回來的大神跟我說 外國的山和樹看上去又醜又文化 是否這樣的 我立刻斷定有人為了取悅她 跟她說了很多關於外國的壞話 於是我跟她說我去過很多國家 在他們那裡也發現過很多美麗的景致 當然這些景致和中國的不一樣 我們正在聊天的時候 太后忽然說她覺得有點糧 她問我們 你們動不動呀 你看下你們都有自己的太監 他們都站在那裡沒東西做 下次跟他們說 叫他們帶你們的披風出來 我覺得外國的衣服肯定很不舒服 既然可以爭予又不可以遮難 你們將腰衝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你們是怎樣吃飯的 太后一邊說一邊站起來 我們繼續慢慢散步回去她的慘功 她在自己的心愛的小寶座上坐下 開始玩寶石骨牌遊戲 我們退了出去 到遊郎上 皇后跟我們說 你們肯定累了 我知道你們不適合做這種勞累的工作 整天都沒有休息過 你們最好穿上滿足服裝 因為他們舒適 而且容易穿著 看看你們的長裙 走路的時候 還要用雙手托著 我告訴她 我非常高興 可以改變一下自己的裝束 但是沒有接到太后的命令 我都不敢提起這件事 皇后就說 你們不要提任何這類的說話 我相信太后以後會讓你們改變裝束 現在她希望看到你們穿巴黎長文的樣子 是因為她想了解外國婦女 如何在不同的場合裏穿衣 她認為有些來參加花園聚會的外國婦人 都是穿羊毛衣 我們還以為外國婦人們的衣服 都不如我們這裡這麼講究 直到我們那天看到普蘭蟲夫人的時候 才發現他們都很精於打扮 你還記得太后那天跟你說些什麼 她說 這個普蘭蟲夫人 和我看到的任何一個外國婦人都不一樣 她的穿著也好不一般 當時她穿的是奏囚師側長裙 身上是手繪的花樣 這樣的穿著讓太后非常高興 我和皇后在聊天 突然所有的電燈都亮了 我走進太后的房間 看看她還需要什麼 太后說 我們再玩一百仙過海 玩完我就去睡覺了 於是我們就好像下午那樣玩了起來 太后這次又贏了 這次我們只是用了一小時 就結束了戰鬥的遊戲 太后跟我說 你為什麼不可以贏一局 我知道她是想嘲笑我 所以回答說 我的運氣不好 她笑著說 明天你把對面反轉來穿 這樣你就一定贏到 我回答說 明天我會的 我知道這樣說話 會讓太后感到高興 事實上 我在她身邊的這段時間裡 一直在研究她 我看得出 再沒什麼事情 比服從她的命令更加讓她開心了 太后說她累了 我們就把牛奶拿給她 她跟我說 我要你每晚都嚴顶一住香 在我睡覺之前 去到旁邊的房子 跪在地上被菩薩叩頭 我希望你不是基督徒 因為如果你是的話 我就覺得你不是屬於我的了 告訴我 你不是基督徒 我完全沒想過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只可以說 這是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 為了保護自己 我必須說 我和基督教沒有任何關係 這樣欺騙她 我覺得很愧疚 但是不是這樣又不行 我必須要這樣做 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我知道 一定要馬上回答她這個問題 因為不能讓她看得出我有屍毫的猶疑 這樣會引起她的懷疑 儘管我的面上 什麼都沒有表現出來 但是我覺得我的心 好像停止了跳動 我為欺騙太后而感到羞恥 我所受最早的教育 就是永遠不要羞於說出真理 當太后聽到我說 我不是一個基督徒的時候 她很開心地笑著說 我欣賞你 儘管你在很多方面 和外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但是你沒有信他們的宗教 相反 你仍然堅守著自己的宗教 要強烈而持久地相信她 終其一生都不要變 你不知道現在我有多高興 因為我一直懷疑 你信奉那個外國的神力 即使你不相信 他們都會讓你相信 好了 現在我要睡覺了 我們幫她脫了衣 和平時一樣 我將她取下的珠寶 放回原來的盒裡 再拿到珠寶房裡放好 我發現她這日夜晚 只是帶了一雙翡翠手足睡覺 她換了睡袍 睡在絲質的皮裏 跟我們說 你們現在可以走了 我們向她扣手道晚安 從她的房間裡退出 外面大廳的石頭地板上 坐著六個太監 她們都是直夜班 整個晚上她們都不能睡覺 在太后的房間裡 還有兩個太監 兩個宮女 兩個阿摩 有時還有兩個宮廷命婦 這些人都不能睡覺 兩個宮女每晚 就要為太后按摩傷腿 兩個阿摩就要監視這兩個宮女 兩個太監再監視兩個阿摩 而兩個宮廷命婦 就監視他們所有的人 以防知他們做壞事 他們都是輪班的 那就是為什麼 如果有時太監不太可靠的話 兩個命婦需要整夜不遂地看著他們的緣故 太后最信任的就是命婦 我走去廳裡 不明白那些太監 為什麼都留在這裡 而向他們詢問 其中一個太監 就告訴我這些事情的真相 我聽了真是覺得十分之驚訝 緊接著一句宮廷命婦跟我說 依照規矩所有的命婦都要輪班 每朝早守在太后的我室裡按時叫醒她 明天就輪到我了 而後日就是我妹妹 她這樣說的時候 面上是帶著一種特別的笑容 我當時都還未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但是後來我就知道了 我問她我應該怎樣叫醒太后 她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你自己多點用心 唯一要留意的就是不要讓她生氣 例如好像今早是摩當班 我知道她昨天活動得太多 一定很累了 所以她叫醒她的時候 就弄出多點響聲來 但是她也是起遲了身 非常生氣 起床之後 還將我狠狠地訓斥了一番 太后遲起床是常常有的事 因為她總是說我們不用叫她 她會自己醒的 當然她可能不會對你發火 特別是現在 你才剛來沒多久 還是新人 但是等到你留在這裡的日子久了 幾個月之後 情況就不同了 這個命父所說的情況 令到我覺得很憂慮 但是從我目前為止 所做的觀察來看 我不太相信太后會對那些 真的進到自己職責的人大動肝火 大動物 有很多,會有很多 都算不得了 有很多人 而且反正幻 不得了 其實很少